温乱的娱乐思绪 接下来我们看条新闻是光良的 光良的这个童话上海演唱会 9月1号就要在上海大舞台隆重举行了 那他的歌呢 相信曾经危及过许多人的心灵 这次呢 他就要和这些心灵来一次近距离的碰撞了 一直觉得光良他本人的气质和他的歌曲很贴 给人非常温馨舒服的感觉 那为了这次9月1号的演唱会呢 光良今天也是特地赶到了上海 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我们来看看 各位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良 光良首次来到内地举行演唱会 取名童话 不仅仅是因为童话这首歌 让离开无音良品后的光良一路走红 更是因为他想用童话来讲述自己的人生 我希望大家来看这个演唱会 会有留了一股温暖在心里面 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童话 这次演唱会 光良打着全创作阵容的旗号 不仅有最新作品童话和约定 还将对以往的佳作 掌心 伤心地铁等来个温故之心 13年的音乐创作历程 光良这次的上海演唱会将完整呈现 一些有代表性的歌 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 都给我很有意义的一个回忆 跟一个记录的一些歌 除此之外 温文尔雅的光良 还会受刺在舞台上大跳进舞 至于演唱会的嘉宾 目前仍然是个谜 新娱乐在线上海报道